大学生,你们看给小孩哥都盲成什么样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近日,河南郑州几个小男孩正在用雪球夹做雪球模型 被大学生发现了 竟然一个个的排着队伸手讨要 小孩哥忍不住吐槽 怎么这么多人呢 一边说一边又蹲下身来继续挖雪 手上的动作是一点都没有敢停下来 网友直呼 小孩哥哄大学生 小孩哥学校放半天假上了半天班 他们也没想到玩雪成了流水仙工人 有一种生意爆满但是却挣不到一分钱的感觉 回家以后妈妈问 你们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小孩哥说 加班了呀妈妈 还有网友调侃道 果然伸手的那批人都是同一批 此前火车上就有销售员推销零食 说伸手可以免费品尝 话还没有说完 大学生哗的一下子都举起手来 给旁边的大叔都给看笑了 大叔的内心OS 谁好意思伸手啊 看到大学生以后还真有 大学生一个个伸着手等着 小孩哥的乐趣秒变工作 像一个熟练的颠勺大厨 一个做完还有一个 不知道这个时候小孩哥会不想 妈妈我还是回家做作业吧 话说小孩哥的雪球 你们想不想要呀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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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